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c大叔 那今天來到這個台北市信義區的麵家三室 在信義區這邊ATD播放的五樓 那這間店是我粉絲推薦的拉麵店 那在這邊好像也蠻有名的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因為這個走道的關係 所以我拍不到這個店的全貌 好,他們的扛棒就是這個 麵家三室 好,那我就遠遠的照了 那他們就是有這個模型 有介紹他們的麵這樣 也有沾麵類喔 好,那下面這邊就是還有一些這個 單點的橡木喔 好,那這邊好像有食用方法喔 好,那這個是沾麵的吃法 這樣 好,那門口這邊還有一個 現代限定的海鮮鹽豚骨拉麵 好,現在走進去 小姐你好,我一位 好,謝謝 好,謝謝 好,那內用區的話 大概可以做 三四十個人吧 小姐你好 好,那想要請問一下就是 可以推薦一下你們家拉麵嗎 可以推薦一下你們家拉麵嗎 那也是 我們的拉麵的話 主要它是 來自鹿兒島的 鹿兒島 鹿兒島 對,它是鹿兒島風味的 這個的話是 算是我們店裡最豪華的一款拉麵 瓜麗三四 對對對,它是醬油豚骨口味 那它有四片現烤的叉燒肉 跟一顆蛋 這個 半熟的蛋 然後它還有 玉米、熊乾跟木耳 那我們的拉麵裡面的話 都會有一點大量的蔬菜 有一點高麗菜跟豆芽菜 是 然後這邊的話 其實一樣或是同樣口味 都是醬油豚骨 它是我們的招牌口味 喔,醬油豚骨是 是招牌 對對對 那這邊的話這邊 主要的差別是 就是兩片現烤的肉 就是一片 是 對,那黃金三四的部分呢 就是把這種肉拿去切成小塊 比較方便入口 是 然後會有一片玉米這樣子 是 對,那這邊的話 會有其他的口味 像是黑芝麻口味的 或者是這邊味噌的 味噌是搭海鮮的部分 是 那如果有要吃辣的話 這邊有小辣跟中辣可以選的 那我們辣度有比較改良過 會比較稍微辣一點 用朝天椒去做的辣這樣 是 對 那剛剛你看到的那個部分的話 是我們海鮮鹽豚骨拉麵 那它是鹽味的部分 它是我們期間限定的商品 那目前也賣的還不錯 那也是 對,那可以參考一下 那另外半便的部分 它也是我們期間限定的商品 那它是做乾的 會有附一杯飲料 那也可以去參考一下 因為它算是比較特別的一款 嗯,好,謝謝 好,因為我剛剛這個 把手機就是照在小姐這邊 因為收音在這個手機的右邊 所以這樣才能夠把聲音收清楚 好,那現在要拍菜單 好,那就略略的照一下 那相信在網路上應該也找到這些資料 好,那這個是三四 好,那就看一下好了 因為反光我會有點看不清楚 三個人吧 好,那這個門口剛就照過了 好,那一樣我今天小感 那所以就直接點這個 華麗三四拉麵好了 看這個應該是招牌 小姐那我就點那個 華麗三四好了 好,三個好了嗎 啊,對 好,謝謝,幫你收一下 謝謝 好,那菜單就可能要麻煩各位 在網路上找一下 今天有點小感 哈哈 每天晚上要吃的時候 都是會有點小感 那這個是版本龍馬 好像在這個牆壁上的名字比較清楚 一位是 木戶孝 木戶孝仙 一個是大九寶利通 一個是西鄉龍勝 這個是可能是講這個名字為新的故事 好,那小姐服務生就是兩位 感覺上還蠻親切的 好,那自食餐區的話就是看起來蠻乾淨明亮的喔 小姐妳請說妳們的麵 我們的麵的話它是只有一種 那它算是粗的麵 那吃起來會比較有嚼勁的那一種 如果喜歡吃比較有嚼勁的麵的話 我們會比較好的選擇 那妳們的麵是屬於那種日本捲麵嗎 它算是也捲嗎 應該也算吧 算 應該也算 因為我這邊其實沒有很大的舊 OK 總之的麵就是蠻好吃的這樣子 對,如果是比較想要吃有嚼勁的麵的話 我們會比較好 會有比較好選擇 了解 那請問一下這個麵家三世 它是講這個名字為新的故事是不是 因為它們三個就算是那種就是 木古時代那種 算是改靈的那種制式 那也是 那我們的話就是希望成熙它們的這一種 算是傳統 可是又在傳統裡面有求新求變的形成這樣 喔是 嗯,謝謝 那這邊就有沾麵的吃法喔 那順便看一下好了 蠻可愛的 卡通版的喔 如果說這個音樂有熱門音樂的話 我會再回音喔 先說明這樣 好,那烏龍茶的部分就喝喝看喔 喔,更正 那小姐請我喝的是檸檬茶喔 好,就是一般的那種檸檬茶那就不品了喔 雀草檸檬茶那種 喔,那桌上這邊還蠻多種調味料喔 有兩種 還有牙籤這樣 喔,那這個麵就好了喔 那,幫你做馬力三世拉麵 喔,謝謝 如果我覺得湯服的味道太鹹的話 都可以跟我們說可以再加其他 嗯,謝謝 好,那這個麵就好了喔 好,裡面就是有木耳玉米粒 然後糖心蛋 筍絲,還有這個 叉燒喔 看起來湯頭蠻濃郁的喔 好,那從這個畫面上看起來就蠻壯觀的喔 喔 感覺就是不滋滋的感覺喔 先從肉開始好了 好,那今天這個就不是豬肉了啦 哈哈哈哈 喔 油亮亮油亮亮喔 補一隻隻的五花肉 可愛妹妹,你確定你有把它吃下去嗎 哈哈哈哈 好,那吃吃看喔 看起來這個肉絲真的蠻漂亮的 應該是一個男生會喜歡的 這種風格的麵喔 嗯 嗯 喔 脂肪的味道很香喔 從這畫面上來看的話 它應該是有炙燒過喔 嗯 好吃 原來這個是鹿兒島料理喔 感覺上就是 它看起來好像很油膩喔 但是其實沒有喔 比 礦肉來的清爽 但是還是有它的油脂香味喔 應該油脂含量也不少啦 但是吃起來比礦肉的這個感覺清爽 然後 肉這邊的味道就是吃起來很甘甜喔 喔 其實這個吃起來很好吃喔 然後鹹鹹甜甜的味道 好 類似於這個台灣的礦肉飯 可是又不同於礦肉飯喔 欸,不同於礦肉啦 跟著不是飯 不同於台灣的礦肉 有一點像有一點不太像 喔,這真的很好吃 這吃的會讓你掉口水的感覺喔 喔,很好吃 嗯嗯嗯 不愧是他們的招牌麵喔 這肉吃起來很好吃 然後湯頭看起來就是很濃郁的豚骨湯頭 嗯 其實現在冬天阿 喝這個濃濃的湯其實還蠻舒服的喔 嗯 那裡面就是有這個蔬菜的味道喔 跟這個大量豚骨的這個油脂喔 跟濃郁的湯頭 喝起來是蠻舒服的喔 嗯,好吃 好像湯裡好像也有一些蔬菜的甘甜味 應該是前面這一些吧 嗯 那在這裡 還有一些高麗菜這些喔 其實這個 麵感覺上是蠻均衡的味道喔 其實我以前也帶過這個 拉麵店喔 叫做這個 大谷拉麵 哈哈 其實大叔的這個經歷是很豐富的喔 我有帶過中餐熱潮 有帶過減餐店 也有帶過拉麵店 甚至有帶過這個炸豬排店喔 年輕時的一些不順歲 不順歲跟經歷 都變成我現在的經驗喔 雖然我不曉得各位粉絲 提不 能不能覺得說我講評是很公正喔 但是這些經驗讓我就是 評論這些食物的時候讓我就是 更有經驗的去評論喔 因為有過去這個製作這個餐點的經驗 好,順便提一下 好,那昨天有講到啦 這個麵條一定要甩水甩乾喔 才不會影響到這個湯頭的風味 那今天這個湯頭風味就是很單一喔 沒有什麼淡阿濃阿這樣喔 沒有受到這個麵條水分的影響 好,那現在吃吃看這個麵條 是不是煮的就是 有沒有到我心中那個水準阿 感覺上像是日本的黃麵條喔 但是口感稍微軟了一點 稍微喔 因為我沒有吃過洛爾島拉麵喔 也許它的風味就是這樣 稍微有一點點軟喔 但是入口還有一點彈性 應該算是 小孩跟老人都蠻適合吃的啦 但是沒有軟到那樣說 就一攪又爛也沒有 還可以攪個幾下喔 好吃 真的像可愛妹妹講的樣 這個麵真的不錯吃喔 因為它這個湯頭就很 很 均勻的味道喔 乍看之下肉很多 但其實它蔬菜量也蠻多的喔 然後就是 不會讓你感覺哪一個味道 特別偏在哪一邊喔 不是肉也不是蔬菜 是一個綜合的香味 吃起來就覺得蠻舒服的喔 真的蠻好吃的 筍乾也蠻脆的喔 配上這個玉米阿 這個就像我剛講蔬菜這樣子 就很均勻的感覺 好吃 這樣兩百多塊 不錯喔 還露了另外一小主角喔 這是我最喜歡吃的湯筋蛋 讚讚讚讚讚讚 有到我心中那種水準喔 就是嫩嫩的這樣 嗯 滷得很入味喔 然後中間的蛋黃又蠻嫩的 不錯 這個麵真的蠻好吃的 好 那就很推薦給我們回來吃啊 真的蠻好吃的 要我說的話就是它兼有這個濃郁跟清爽拉麵的優點喔 兩種優點都有 不會感覺就是它偏向哪一方 喔 蔬菜很多 麵的量也還蠻多的喔 嗯 嗯 哇真的很開心喔 今天又吃到這個很好吃的料理喔 嗯 好吃 好 這樣這個小姐夫都很親切喔 好 那我覺得今天這個拉麵的分數我覺得是98分喔 小扣2分就是因為價格啦 哈哈 好 但是真的都不錯 麵跟餐點上都沒有什麼缺點喔 很好吃很好吃 好 那很推薦各位朋友來吃吃看喔 這個今天這個拉麵讓我吃得很滿意這樣 兩百七十塊 看要不要加服務費喔 這其實加也應該啦 好 那最後我今天的帳單喔 華麗三式拉麵兩百七 好吃 好 那這個我必須要承認 他們拉麵真的是蠻厲害的喔 雖然現在看起來這個用餐的人不多喔 大概只有一兩成而已 但是他們拉麵是真的是很美味的喔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名片 三式 好 那最後這個是名片的背面喔 就有他們的這個店面的地址喔 那我今天吃的這間就是這個 信義ATT店喔 地址在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12號5樓 那個人覺得他們拉麵就是 像我剛剛講的很多次了喔 就是裡面 不管是蔬菜跟肉喔 就吃起來就是一個很均衡的味道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吃的拉麵喔 你可以來嚐嚐看 應該是在我的心目中可以排到前三名喔 真的蠻美味的喔 好 那各位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